大家好,我是小花,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内容是 先手续知的进阶版的其中一集 就是关于我们的KVK前夕的第一阶段的 截略者的攻打 好了,为什么要跟大家说 KVK前夕的部分这个截略者的攻打 现在是来到我们这个远真前夕的第一阶段 之前关于打我们这个皮毛的部分 它是三天 它现在全部缩短了,每种是两天了 两天的部分呢 就导致这两天大家真的很痛苦 然后疯狂的在打 我也说过我之前打的药水不是非常的多 所以我没有办法在我们的KVK前夕疯狂的打 那推荐什么样的玩家在我们的KVK前夕疯狂的打呢 就是尤其是这个阶段 就是非常非常缺加速的玩家 加速啊,药水啊 现在我们这个 我昨天打完开完没有了 就是我们现在要打这个就叫截略者 就是大家可能会打一打就去打旁边野蛮人了 现在的药水时间就是应该浪费在 哎,不要浪费 这样使用在我们的截略者的身上 大家如果不知道我们这个打野的配置到底要怎么打的话 请你回头去看我的新手续制第三集 有特别讲过啊 就是我现在带的全部都是我们的骑兵的部分 我没有带别的兵 不用管主将什么武将要带什么兵啊 而且你也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城堡的外观是要换的 我之所以没换是因为我这个城堡是对野蛮人 攻兵单位攻击加10% 步兵扣10%啊 因为我带全骑兵所以它没有影响啊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城堡外观怎么办呢 就是你可以比如说带上这个雀桥仙缘 因为我像带全骑兵嘛 它骑兵单位生命值加5% 当然如果你是没有那么多骑兵都带步兵的话呢 就是可以换成步兵的城堡啊 所以你在使用城堡 比如说你没有外观就这样 那就没差别 如果你有外观真的要注意啊 尤其是新闻的玩家在流声鼓圈就看不到这个外观啊 像可能在陆服才有啊 这个外观呢我特别特别喜欢 我觉得它就好看啊 但我们在之后在所有的活动当中都会出不同的外观 比如是橙色的外观啊什么的 大家可以根据这些喜好去选择一个 就是哪怕你没办法按照喜好去选择一个的话 你可以弄一个来的 这是好看的问题吗 好了我之所以这样去搭配大家的野蛮人的部分呢 一个是续航力比较高 还有一个是因为它经验不太够啊 所以要去补一下 基本上我们的副将都是带我们的 这个还没有升到60级的副将啊 所以随着你的玩游戏的时间变长 你的副将慢慢就会因为你打野蛮人 然后变得等级比较高啊 所以你看我就有的其实没有很高 是因为有的觉得续航力太低了 实在懒得打啊 诶其实我应该带木兰出来晃晃 可是因为没有升他 之前拍打野的时候也有玩家提醒 还有一个打野武将是花木兰哦 可是对于小克服科奈米克的玩家 你想要到觉醒花木兰的概率其实很低 不要说你们像我这个人就很低了 不要说别人 因为我因为就是就是每个人打我们的 玩这个万国觉醒大家喜欢的偏好不太一样 比如说你喜欢光城 比如说你喜欢住房 比如说你喜欢打野战哦 我这人超超讨厌打野战的 因为那个我号太多了 我要控制的账号特别多 说真的你叫我有时间打野战的话 我真的没办法哦 打埃及的时候 我最高进入可以控制四个号 再多的话就过不过来了 而且控制四个号我也只能管集结 你要打野战跟我关系真的不大哦 我只能管集结跟住房 因为号太多空不过来嘛 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要为自己的 未来的方向要找一个方向哦 那我们今天来讲的是打截略者的部分 这个就是我们截略 打个截略者 前面要知道事情怎么这么多啊 因为如果你的这个打截略者跟打野蛮人 在我们自己的地图当中 其实还好 没有像我们去 比如说英雄战哥 我们这次报名是英雄战哥 里面的野蛮人那么难打 超过四十几以上野蛮人啊 就真的跟之前你打到 什么KVK123里面的 363738 那我那个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而且扣的药水也比较多哦 那我还是要提醒啊 全这个 我想提醒全服的玩家 好啦 要提醒一下几个不知道的玩家 我们通常在打这个截略者的时候 尤其像我们这种小帝国 我们要如何去选择打野蛮人的地方呢 因为我这个地方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人住啊 周围没有什么人 大家要去找寻的地方是哦 如果你有机会飞全地图的话 如果没有的话就找边边角角 去找一下这种边边角角 这个我们这个不太会显示 叫缩小才会显示 去找一下这种边边角角 尤其是有山的地方 它的这种边边角角 像我们现在的国家这边 其实他们虽然站了这么多地 但没有什么人哦 我就喜欢飞到这样的边边角角 哎哎哎 闪退是什么东西 好了 我就喜欢飞到这样的边边角角的地方 是因为 因为没有人哦 就住的人少 然后为什么在住的人少 野蛮人产生的会比较多呢 因为它们产生 如果你有认真看的话 它是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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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你那边住的人少呢 它就能生长出来的这个小怪 包括后面要打记载啊什么的 它能产生的就会比较多哦 所以其实它包括我们的资源点 大家都喜欢 就是 飞到人际罕至的地方 这样就不会 想要采集资源 然后满满的人 还要抢个老半天 类似的活动 所以呢 在我们的地图上 你可以选择一个 就是 比较没什么人的地方去打 在我们的经验上 我们的地图可能会略有不太一样 我们就布置的部分 你就可以去选择比较偏的地方 比如说 像这种靠很边的地方 我随便来点一个 接靠很边的地方 看到没有 这个绿色就是我们这个截略轴 然后这边有点零零散散的 还有一些 我要往这边绕一点 你看这边 就是大家选择是 它可以打圈圈的方式哦 就转圈圈 像这边 这边它被它们打的都蛮多的 这边你看 就是它们有个圈圈 截略轴是没办法成堆成群在一起的 比如说你飞到这个附近 然后从这里看 一二三四 然后往下打 然后这边再往下打 然后这边绕圈 这可以再往下打一点点 然后这边绕圈过来 这边截过来 然后再截过来 再截过来 然后再看到周围 然后再截过来 这边截过来 绕 然后再打 往上 这样打 走 然后再绕回去 然后这边你看打一打 再绕 然后绕回来 然后又到这里了 然后又再往下打 再绕 然后也蛮人事大概像这样 是30分钟到34分钟刷新一次 所以你需要找寻的这个 结肋者的部分呢 就是有相对的规律 像我们的地图 其实有相对的规律 我知道哪里可以打 但是因为我原来常打的地方 我们家东哥在打 我就没有过去了 然后其实打这个会越打越远 就大家不要聚在一张地图上面 因为互相抢 而且呢 如果你是战力不是很高的新玩家 可以跟人家一起打 也会比较快 然后也会提高我们的续航力 像我这个就喜欢慢慢打 是因为我有的时候 同时五个号在打 那我可能 为什么慢慢打呢 我同时五个号在打的话 我就没有时间在等你说 在等你说什么 哎 等你过来 然后你挪过来 然后大家五个一起打 五对十对二十对一起打 没有没有没有 没办法 我都是分开的 然后分到五个地方 然后这边打一下 那边打一下 其实这样对我来说打比较快 之前有想考虑跟人家合作 然后一起来打 不是他等我 就是我等他 哎 我好痛苦啊 最后面我就跟他说 不用等了 你们自己打就好了 我自己再找一个佼佼打 因为我要派很多部队嘛 虽然我们都有这个快捷的操作方式 可是要互相等真的很痛苦哦 我还是推荐大家独立去单 就算你战力不是很高 续航力不是很强 我这样不是很好 你大不了再重聚派一次啊 可是你这样一直等一直等啊 超级浪费时间了 那像我现在的部分 是因为我已经打过一波截略久了 然后我药水的部分还没有喝 我药水剩下不是很多了 我们进去到 我们的这些KVK地图还要打 所以不敢太强硬的打 这个部分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展示了 因为我可能要去打小号比较多 小号还要六十几万的药水 可以疯狂地打疯狂地打疯狂地打 好了 这个唇峰的毛皮口袋呢 建议大家是七个七个 或六个六个开啊 看你喜欢什么数字 因为七个七个开 有机会开到全部是七个的 或是六张的碎片啊 或是六个六个开啊 我刚好打十三个给大家诊识 六个六个开 有机会看到六个都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来兑换我们的 这个王国的补给箱啊 然后你看我这碎片还差一个 就是大家要记得 如果你这个要全部用完的话 就刚好欺骗 像我现在刚刚打了一次 又掉落三片 哎 凑不到整数啦 反正这个毛皮 如果你没有去兑换的话 最后就会变成我们的 很没什么用的资源箱 但是有总也没有的好吧 以前呢 我们这个毛皮是没有兑换的 现在我们的毛皮 可以跟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联盟成员来进行兑换啊 这个时候你可以互喷引板啊 就是王国所有成员 都可以来跟我们兑换啊 哪怕你就是你兑换不了的话 你可以用小号部分来实现兑换 不要说浪费大号的部分 小号没有换完就拉倒了 但大号记得要换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小号打的特别多 是为了给我们的大号来兑换 我们的这个毛皮的碎片啊 可以让我们多一些这个加速啊 还有呢关于这个 王国的补给项目就来说 要这个不管你打多少个 哪怕你兑换了一百个 请你一个一个开 一个一个开 它的奖励占得比较好 在上面有一集的时候 讲到这个 如何获得我们的宝石 能加速的时候 我就开到这个 我五个宝箱 我就开到一个三天啊 根据我之前呢 小超来登记的时候 我一百个王国的宝箱 可以开出的三天的几率 是我能开到十一个 然后24小时开到三十几个 八小时开到一百多个 哎 八小时不是一百多个 是加起来一共加速拍了一百多个 八小时开了四十几个 然后剩下就是三小时 零零零凑一下一百多个 觉得很恐怖哎 所以那时候他们的宝箱 就是把账号机都丢给我 叫我一个一个开 他们说我的开宝箱几率 怎么那么高啊 我说不是我开宝箱几率高 是我有耐心 游戏就是这样的 你当你一口气一起开的时候 它的概率一定会变低啊 当你一个一个开的时候 为什么概率会变高呢 因为啊 我相信每个游戏设计的 那个东西是一样的 你在开宝箱的同时 也有人在开宝箱 所以你是在卡它的运气哦 如果你一口气开的话 那遇到一个一个开的 有可能它就卡到你当中的运气 我知道你可能不信邪 但是你可以试试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啦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帮我订阅分享 按赞一下吧 记得开启小铃铛 那么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